非常謝謝智珍從基督教的觀點回應 其實我覺得基督教有很多 我們現在目前看來因為這個互加盟的關係 我覺得就像剛剛講的污名化的問題 但其實確實在基督宗教他有很多相當入世的精神 包含在過去在台灣然後在世界各地 其實我要講的是有一個也是影響我很深的一個故事 叫William Wilberforce 一個英國的議員 其實就是一個基督徒 過去英國的算是解放黑奴運動的 大家有空也可以去看一部電影叫 Amazing Grace 其實他完全就是一個從社會改革立場 在談基督徒的一個精神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現在基督徒的形象 會變成說好像是跟社會改革 剛好是走相反的這個層面 大家思考一下 那我覺得時間上的關係 那可能我們先開放一輪的問題給大家做回應 然後我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一下時間 因為我們時間非常有限 那可能每一位發言的時間控制在一分鐘 拜託真的就一分鐘 然後有問題或你有想要回應的 麻煩我先收集三位的問題 這裡一位 這裡一位 還有沒有 這邊一位 好 這裡先 我想要請問兩位講者 就是因為你們的思想其實跟主流的 基督徒或是教會的思想就是非常的不一樣 那你們是怎麼樣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對 就身為一個非主流的一個想法 謝謝 我想問林先生 真的 因為這是我有讀過台灣近代那個歷史發展 其實長老教會在那個爭取台灣民主的時候 其實有它的重要角色 但為什麼到了 其實 婚姻平權也是一種人權 為什麼有一些長老教會會變成是 對這個議題不問不問 或是有一半 剛剛像講者說的一半的長老教會是 完全是變成是 類似他們另外一邊 就是孤家蒙那邊的那個奉向 我是比較想知道為什麼那個轉變是怎樣形成的 謝謝 我要肯定讚美一下你們兩位 非常勇敢的基督徒 那 當然其他的基督教徒 可能跟你們有不一樣的看法 那其實如果有機會理性對話是很好啦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目前的挺同跟反同運動 有點走向這個民粹化對抗的一個味道 那 變成說兩邊其實都很民粹 講坦白話 網路上那些混戰 經常都是 不經大腦就是酸言酸語這樣出來 那不是一個很健康的發展 有點失裂社會 那 我想表達就是說 像 你們今天講的這個基督教右派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名詞 我覺得有必要帶出來 它叫做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 這個保守主義 本來在西方就是跟自由主義 社會主義是頂逐而三的三大意識形態 只是在台灣我們很少去 用一種保守主義的立場去建構一個政治論述 可是你可以看得到從民調上來看 它一直在擴散 現在這個反同婚的這個運動 它的民調幾乎跟支持婚姻平權完全是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思考為什麼 其實台灣社會 底層的廣大社會裡頭 有非常龐大的一群人口 是所謂的保守主義的潛在人口 比如說如是道的信仰者 那這個探偽傳統倫理觀的這個 那他們堅持的東西 不一定跟婚姻平權是衝突 他們堅持的是一種反對無上限的性解放 那他們堅持認為說是一種性的一個道德跟紀律是重要 跟責任感這樣子 那我不認為說這個跟婚姻平權一定衝突 那我覺得雙邊的陣營有必要去理性對話 不要任意的貼表現說另外一邊就是腦殘這樣子 要先回應 我先回答剛剛那個有關保守主義的這個 就是說我同意啦 我們不應該不應該把這個 跟我們意見不一樣的 就把他當作是腦殘或什麼的 這樣子的硬有態度 我覺得這個是川普當選很大的原因 就是真的是這個 這個美國自由派的 然後就完全的把川普的支持者 就當作是一群這個無大腦的人 然後完全不適的去對話 然後最後就是造成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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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整個勢力就這樣這樣冒起來了 那我覺得其實有一個其實很吊詭啦 婚姻平權這個東西其實剛好是跟性解放是走反方向的 如果去思考那個邏輯的話 婚姻平權這個東西是要去約束同性的人 他們在進入婚姻以後不能去這個這個自由的這個這個這個有性行為 所以我就跟我教會人在在討論這個事情 想說你們如果是反性解放你們更應該要支持婚姻平權 因為這樣才才真的把 而且我們現在有同姦罪喔 你婚姻平權然後這個同性的結婚以後 如果他們去去亂搞 欸是刑法欸 是刑法是罪的 是可以坐牢的 這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其實可是就很奇怪 為什麼這東西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去去去去去把它凸顯出來 這也是我覺得這個很奇怪的事情 那剛剛有關於這個掌養教會 其實掌養教會大概有兩種 你剛剛講說為什麼會會有這樣子這個跟 好像跟這個互加盟 一種是因為看到互加盟 或都是國語教會這套有用 好有用 這個這個人數增長 而且其實掌養教會有採用 就是國語教會這一種方法的 他們的人數增長得很快 像我們教會就是十年前一百多個人 到現在也是一百多個人 就是長就成長不了 可是他們就哇變得很快 所以我們現在教會開始有國語堂 開始有敬白讚美 對啦 可是也沒有辦法 可是就是就是因為 因為發現這個的確有用 那另外一個呢就是說 有大部分掌養教會的人 其實跟大部分台灣社會的民眾是一樣的 像剛剛那位那個人兄他有講 其實大部分很多掌養教會的這個 這個老一輩的人呢 他們也不是這麼的有感覺 只是就覺得說好像不太對 跟我們這個所習慣的東西 他們也不會像國語教會這樣子 這麼站出來的講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問他們的話 他們也會覺得 這樣好嗎 這樣好像有點怪 所以大概長老教會有分這兩個 那也有支持的 支持就是比較屬於年輕一代的 然後然後這個 可是是通常是年輕一代 而且是大概幾代都是基督徒的 張老教會基督徒的 這樣子的這個信徒 他們通常反而會比較支持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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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平權的 那至於說這個 我這個異端為什麼在教會可以生存 其實我覺得張老教會有個好處就是說 就像我講的 長老教會他不是一個由上而下的 所以他可以讓這個這個會眾可以有 有討論的空間 對於聖經的詮釋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他不是一個你一定要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在我的教會至少都還還過得去 甚至還莫名其妙被選擇長老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很奇怪的事情 然後然後所以所以 這個大概大概是長老教會才會出現的東西 如果你在國際教會我看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我是因為我父親在教會釋奉超過60年的時間 那我在他的釋奉過程裡面看到很多教會的政治 是用信仰的語言包裝的 就是到最後都是人在爭禮意 但是呢大家都說我們是為了神 然後大家都說我們是為了信仰 那那個東西看到我的確一度很灰心 所以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願意承認我自己是個基督徒 那讓我決定我要把從小認真接受的這些聖經的裝備和訓練 拿出來用的其實是真愛聯盟 我覺得一群基督徒你要反對一個東西 你卻連你信仰上的堅定的根據都找不到 那你擺明是拿信仰來為你自己的偏見服務 所以我就不小心因為那樣子的事情 我覺得說畢竟從小讀聖經 你們講的東西我可能比你更了解 那你如果講錯 我覺得作為一個基督徒 我有責任出來發出一點聲音 那所以於是呢到最後就變成說 我們全家在教會 在原本的教會有一點待不下去 然後後來是長老教會收留我們 因為我父親是一直到那個互加盟的時候 他站出來公開反對那個教會裡面做那個聯署 那他們就很溫和的就是等於就是希望你不要再出現了這樣子 那對於一個老人家來說 在同一個教會侍奉了60年 其實那個對他是很大的衝擊 但是我們覺得那既然如此 我們就移民到一個比較稍微自由還可以講話的環境去 對我來說是那樣子的過程 所以如果今天我成為某些人眼中的同運分子 那真的是謝謝互加盟的幫忙 不過其實應該說我們這一整屋子裡面 可能從互加盟的眼光我們都是一端 那不好意思啊 因為我們時間上拖延到大家 所以我可能就是要做一個結束 可是在結束之前我想要問最後有沒有人 剛發言過沒有 有沒有人最後有問題 想要 一定要 好這邊一位 那最後一個問題交給你好不好 把握發言的時間一分鐘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你們兩位怎麼看互加盟的結合 因為我以前參與的教會 其實他們很用力在推廣 那個基督教的佔台灣人口的成長 那這次互加盟是多個宗教結合在一起 我也很好奇為什麼 基督教什麼時候變得這麼喜歡 跟其他宗教有做這麼緊密的結合 所以這一點是我非常好奇的 謝謝 這個部分其實還是從美國的右派教會 操作政治經驗學來的 因為他們當時學到說 如果我們直接用基督教的面貌 跟理念進軍政治或影響政策的話 一定會被別人用正教分離這個原則打回來 那所以他們那時候在 尤其是因為 所以珍愛聯盟那個事情 就被大家追查到說 你資金跟根據地通通是在台北真理堂 你好稱是一個家長的組織 但事實上你是一個教會的組織 那他們從那件事情就學到教訓 所以他們在做互加盟的時候 他們認為拉這一群人來 一起站在一起可以淡化基督宗教的色彩 然後也可以轉移大家對於教會的追打跟注意力 那還好我們還知道背後是怎麼回事 然後這個整個東西我覺得最有趣的一點是 這一些教會原本跟異教 就是所謂不同信仰者 就是不共戴天的 你看他們一路跟著那個媽祖繞境 然後說那是邪靈 他們今天願意跟統一教跟佛教跟道教 站在一起這是多大的跨越 可是你看這一群人 當他要遂行他的政治願望的時候 你知道互加盟的這個各個行動 為教會帶來了驚人的奉獻 非常可怕的錢 真的錢是砸進教會的 他每一次播那個廣告 每一次傳遞那些東西 教會的奉獻就是多到如雪片這樣飛來 是收不完的 所以那個是很實質的經濟的利益 那也就是為了這個經濟的利益 他甚至可以去跟他原本最反對的 視為所謂撒旦的異教 不惜跟這些人站在一起 他也要完成他的目的 我有時候會開玩笑我說 真的諾貝爾和平獎 下一屆可以頒給台灣的同志 因為真的不分宗教信仰 這群人以前可能都要互相覺得彼此是魔鬼的 今天可以坐下來 然後為了同志一起開記者會 為了同志一起結盟 這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和平的貢獻 其實就已經回答了問題 這個答案就是錢跟權 就是這樣子 為了錢跟權可以跟任何人結盟 因為透過這個議題可以做到最好的動員 可以激起最大的恐懼 讓這些會友們他們可以大量的從口袋裡面掏錢出來 這個是最大的目的 可是這個很諷刺的是 他們一方面利用恐懼 另一方面他們又跟他們的會友一直講說 我們要在這個地上建立上帝國 所以我們要參政說我們組這個新旺盟 可是很好笑的是 譬如說像在三年前的那個大遊行裡面 唯一高舉十字架的是我們 是我們 而不是他們 他們每個人都說十字架 他們很好笑的 今天講說不要舉十字架 拿下來拿下來 我們知道你 他們就看不懂那個彩虹十字架什麼意思 Anyway 可是我想要講的就是說 在基督 在我認為正確的基督信仰裡面 個人如果我是基督徒 我們當然是可以從政可以怎麼樣 那個沒有問題 可是作為教會 教會應該永遠站在執政者的對立面 作為一個信仰的團體 我們永遠不可以參與在政府裡面或是政黨裡面 而是永遠站在執政的對立面去監督去推行社會上的公益 這才是教會應該有的角色 而不是試著把這個政跟教合起來 這個是我指的 非常明顯的就在談說 互加盟與魔鬼的交易 對於異教徒是這樣子 好 我覺得時間上的關係 我還是必須在這邊先做一個結束 很不好意思 真的對大家抱歉 沒有辦法當大家多討論一點 可是待會可能大家如果會後有一些時間 也許大家再做一些討論也都很開放這樣 那最後我是要廣告一下工商服務一下 我們有一位同學想要徵求大家幫忙 大家晚安不好意思耽誤一下時間 我現在是就讀朝陽科技大學傳播藝術系大一 那我是就是我們期末要拍一部片 然後劇本是我寫的就是想要替同志朋友發聲 那主題就是講說兩個主角是太太 然後他們就是小孩是同志 那一個是支持一個是反對 那就是從他們對話中 來呈現出現在社會就是大家 家長的一些看法 然後就是幫同志發個聲 然後呢 因為我們那個其中一個媽媽 就是她的兒子 她還有她兒子的男朋友 我們缺這兩個演員 這兩個男生 就是生理男同志的情侶 我們缺這兩個演員 現在已經找不到 早兩個禮拜了 所以那如果 那如果你們有意願還是朋友 有興趣的話 可以私訊想想人文空間 來跟我們就是詢問 那如果沒有演員 沒有演過戲沒有經驗沒關係 因為我們裡面演員都沒有演過戲 好 謝謝 就是需要徵求兩位來演那個男同志 好 請大家多幫忙 那最後我 我先稍微預告一下 我們下一個禮拜的折舞 下禮拜折舞 我們要邀請這個 國際特色組織台灣分會的理事長 林書亞老師 林書亞教授 他會來跟大家來分享 有關於國際特色組織AI 的一些人權行動 包含了他們最近 每一年年度的一些血系馬拉松的活動 那會來跟大家做介紹 為什麼他們今年會選出哪一些人權上的個案 有一些人權個案可能也跟同志一體會有關 你知道世界上有些國家的同志是可以判死刑的 好 所以 歡迎下禮拜 12月9號 12月10號是世界人權日 所以我們12月9號很應景 邀請這個AI 國際特色組織的朋友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也歡迎大家下禮拜7點半 同一個時間回來想想人文空間這邊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這個 國際特色組織的這個 在深遠的一些良心犯 政治犯的人權議題 好 那我們再次感謝今天兩位非常精彩的分享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今天哲舞先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也大家歡迎支持 多贊助我們那個哲舞 雖然我們不是教會啦 若為其他的 平革的 common 我主不在